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已经讲完了 想满难得 寿命无常 轮回过患和因果不虚 了知了轮回是有过患的 了知轮回当中无一不是痛苦的本性 于是想从轮回当中处理 那么处理要求得获得解脱的果 获得解脱果需要一指上师 没有上师的指引呢 很难作为凡夫的身份来自学成才 或者说是没有上师就自己能够成就佛果的 那么衔接千佛呢也是显现上依赖了 这个一指上师才获得成就的 才获得佛果的 所以呢 我们凡夫人呢更是要一指上师才能够获得成就 那么在一指上师的课判当中呢 也分为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就讲到一师之必要 第二个讲到这个一指上师的这次第 那么必要我们已经讲完了 正在呢学习一指上师的次第 那一师之次第呢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呢就是观察上师 对上师呢进行观察之后呢 进而作为弟子呢就可以进行去一指 那么我们现在呢仍然在这个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 那么当我们辨别清楚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的话呢 我们选择善知识来进行一指 那么在一指的过程当中呢 上一节课呢就讲到了这个 华言经当中讲了21种心来一指上师 那么龟舍呢可以这个设为9种心来一指上师 那么我们呢就以这个米拉日巴尊者 他在一指马尔巴特扎上师作为上师的时候 他是如何一指上师的 来再具体介绍一下这个米拉日巴尊者以华言九心来一指上师 那么同样我们看到米拉日巴尊者这样来一指上师呢 是告诉我们呢后续的弟子呢 也要如同米拉日巴尊者一样来一指我们自己的具象上师 那么第一个呢讲到如孝子心 米拉日巴尊者把身口意供养了上师 一切行为都是随顺上师的意愿而做的 按照常人的想法 天天盖房子拆拆见见毫无意义 而米拉日巴尊者不顾自己 不顾虑自己 一心呢只按照上师的吩咐去做 这就是把自己舍给上师 一切都随上师自在的如孝子心 那么第二个讲到这个如金刚心 那米拉日巴尊者对上师的亲爱之情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破裂 当他出走的时候 看到了般若八千颂 上面记载了长提菩萨的传记 马上就反省自责 马上反省自责 又回到了上师身边 那上师元祭之后 米拉日巴尊者的心始终没有与上师分离 每次唱起道歌的时候 都首先敬礼马尔巴上师 所以他具有生生世世不离师的金刚心 那么第三个讲如大地心 米拉日巴尊者在核弹上师事业的时候 心无懈怠 最初修苦行的时候 上师吩咐的任何事情他都能勉力挑起 后来在筑山修行的时候 又宪证了上师所传的一切法要 成就之后设受途中 圆满继承了上师的事业 这就是具有符合上师事业重担的 如大地心 还有第四个呢 讲到如铁围山心 米拉日巴尊者在求学时立下了誓愿 要听从上师所有的教研 克服一切困难苦行 他也是真正的做到了 在遵从上师的主妇修建房子的时候 虽然背上长疮痛苦难忍 心也毫无动摇 即使从极力以外的山下 一个人背石头上山 身体极为的劳累 但是从来也没有退市过信心 这就是在核弹上师事业之后 具有的如铁围山心 那么第五个呢 讲到如普史心 马尔巴上师呢 叫他去放昼降冰雹 他立刻就去做 毫无残疑 这也就是具足了如世间的普史之心 那么第六个是如除惠人心 米拉日巴尊者在上师马尔巴面前 横处悲下毫无傲慢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下略的罪人 谦卑而且恭审 非常恭敬 是具有如除惠人之心 那么第七个如称心 米拉日巴尊者像一辆大车 那无论身上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道路有多么难行 他都勇于受持 这就是如称心 那么在这里如果提出疑问的话 就是说那么显现上呢 米拉日巴尊者现在没有学法 只是背运石头 那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里呢就回答 虽然呢在背运石头上安立不了功德 房子盖了又拆 拆了又盖 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米拉日巴尊者成事上师的恭敬之心 最有功德 最有功德的地方是 成事上师的恭敬之心 为了求得无上的妙法 他尽心尽力的做一切 是上师欢喜的事 我们看能不能做到 为了求得无上妙法 就是尽心尽力做一切上师欢喜的事情 连就是我们看起来 盖盖拆拆的这类毫无意义的事 他也死心塌地的毫无怨言的去做 这种对上师的吩咐的一切事情 都欢喜受持的心 就如同秤一样 所以叫如秤心 那么后面讲 这个第八个如犬心 马尔巴尊师呢 视线愤怒相识 口中这个恶骂 拳脚相踢 甚至呢 用皮鞭来这个猛抽 米拉日巴的身体 但是呢 米拉日巴对上师生起 就是从来没有生起 一刹那的邪见 并且呢 都欢喜地承受 视为加持 这是具有如犬一样的心 还有呢 就是第九个如传心 那从事 就是一般人呢 这个从事单调的工作的时候 时间一久呢 就会生起厌烦心 而米拉日巴尊者 从事的正是这种 极其乏味的劳动 今天修圆形的房子 明天修三角形的房子 最后呢 又修十层楼 修好了又拆 拆了呢 又继续修 从山下 好不容易 把石头扳到山顶 又要一块一块不剩的 把这个全部的石头 又扳回山下去 天天如此呢 也不生厌烦心 这就是米拉日巴尊者的 这个如传心 所以呢 见到米拉日巴尊者 也是如此的 一指上师的 那么我们要反省自己 在这个一指上师的过程中 自己的意乐和行为 与米拉日巴尊者相比呢 存在哪些的差距 虽然我们千分之一 也做不到 如同米拉日巴尊者那样 来一指上师的行为 但是呢 也不能因此就自暴自弃 应当呢 提起心力 历世随学 米拉日巴尊者 只要随分随力的去行持 终有一天呢 能做到与尊者一样 一般人在一指上师的时候呢 常常不检查自己 只检查上师 不要求自己 只要求上师 不愿自己 只愿上师 对上师 这个点滴的过失 看得比须弥山还要大 对自己浑身的过失 不知道检责 不知道检点自责 一开口呢 就想要求最高最深的法 不传呢 心里就不满足 那但是呢 自己又对上师 做过什么样的成事呢 又有什么资格 求受大法呢 或者自己 是怎样的心态来求法呢 是一心为了佛法 为了众生来求法的吗 所以检点起来呢 恐怕自己的心里 除了这个傲慢心和贪心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心了 还有的人呢 他特别喜欢呢 指责上师 就会说 我医治你这么久 也没升起什么功德 可见你没有加持 或者说 你不重视我不加持我 在这个时候呢 首先不要这样说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要这个应当 反省自己 修好了 医治的意乐和加行没有 如果只是外在 就是向外面看 而不检点自己 那就不是 具有这个弟子 得相的情况下 还想得到加持 这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作为弟子呢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呢 成为具象的弟子 我们应当呢 反省自己 而改过自己 以前的过失 那么就会得到 很大的利益 见贤思奇 那么我们随学 大德的这个传记 目的呢 就是为了改正 自己的这个意乐和心形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说 见到了米拉日巴尊者呢 有这样的这个 一旨上师的心呢 我们也要这样随学 然后才能够 获得这个利益 那么这个下面呢 就是 这个阿俊文波切 在前线备忘录当中 也说到 这个在一旨上师期间 如果说是 文思修三者呢 就是说 可以以这个文思为主 就是说不要以就是 修行为主 这个强调呢 就是说 这个合格的这个上师 首先具有 无尾的这个 不是 这个说强调的呢 就是说 我们在一旨上师的过程当中 由于能够和上师 就是接触到 或者说是能够 在上师身边文法 所以呢 以这个文思为主 这个阿俊文波切 是在这个角度来讲的 但是文思的目的呢 最重要的 还是为了修行 所以从修行上呢 我们要学习 米拉日巴尊者的 这个精神 来这样的一旨上师 那么我们在前面 就讲到了 合格的上师呢 就首先要具足 无尾的菩提心 还有呢 这个要精通 教法 也就是说 能应弟子的需要 完整的传授 解脱的法要 最后呢 这位上师呢 还要具备 戒律清净 所以呢 在一旨上师的过程当中 我们弟子呢 应该这个 如法的去医治 那么在这个 前行一道文当中 华真多切 以功德藏的这个教证 来进行总结 就是弟子呢 应当如何来 医治上师 那就 功德藏当中 就说到 如功德藏云 即乎上师 聚善巧 力斥不称 如梁居 来去无厌 如传伐 犹如桥梁 成贤掠 犹如铁针 忍寒热 一教奉行 如中脯 断除我慢 如扫嘱 舍交慢 如断脚牛 迄今所说 医师法 那就说呢 这里说到了 医治上师的这个方法 那就是把前面所讲的 医治上师的方法呢 在这里呢 进行总结 那 几乎上师 聚善巧 就是说 这个 极其的维护 极其的维护 上师的心意 然后呢 聚善巧 并且呢 聚有善巧 就这位弟子呢 就是非常随顺 上师的心意 并且呢 行事的方法呢 也聚有善巧方便 令上师欢喜 那么后面呢 继续讲这个 利斥不称啊 就若上师严厉的 呵斥自己 但是自己也不生称心 如同梁居一样 那么来去无眼 是指为上师办事 来来去去呢 没有厌烦之心 如同这个传罚 犹如桥梁成贤事 也就是如同桥梁 可以承载一切的 这个物品一样 来来去的车辆 这个桥梁呢 无怨无悔的 在这个承担着 这些负担 但是呢 他这个 从来呢 就是没有 一句的这种怨言 那就比喻呢 我们呢 就是 不管的 就是任何的 这个贤略之事呢 都能够 以内心极为 宽容的情况下 宽忍的情况下 或者说是 宽容的情况下呢 就是能够承担起来 那后面呢 讲 犹如铁针 忍寒热 就是 如同这个铁匠 手里的铁针一样 这样的砧板呢 他能够安忍 寒热的这种拷打 那么极为安忍和坚强 你说我们这个弟子的心呢 不管上师是视线 如何的 愤怒向 或者说是欢喜向呢 我们都能够这个忍受 或者上师呢 就是给我们 让我们从事什么样的 这个艰难困苦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能够办到 那么尽心尽力的来 成事上师 那么后面讲 依教奉行 如中仆 就是中心耿耿的仆人 他会就很非常忠心的 对待他的主人一样 我们要诚心诚意的 对待自己的上师 那断除我慢 如扫主 扫主呢 他横时处于低位 所以呢 我们呢 也要以 断除傲慢心 为一观清一心的 这个状态 断除我慢的情况下呢 来这样 来医治上师 后面讲 舍交慢 如断脚牛 就是断脚牛呢 他断了鸡脚的这个牛 他呢 没有丝毫的傲慢之心 所以我们呢 也应该 就是没有丝毫傲慢之心的 来这个医治上师 并且呢 恭敬成事 一切的这个众生 那对所有众生呢 也应该 舍弃傲慢之心 对上师更应该 这个舍弃傲慢之心 后面讲这个七经 所说 医师法 就是以上呢 是七经当中 所说的 医治上师的 这个方法 那么前面呢 我们也讲了 这个米拉日巴尊者呢 他也是以这样的 恭敬心来 这个医治上师的 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所以呢 我们呢 也要向这个 米拉日巴尊者 来这样学习 那么下面呢 华智伯切呢 这个 就讲呢 我们作为弟子呢 应该以这个三种成事 令上师欢喜 也就是有的经典当中 或论典当中会讲 以三喜成事上师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以三种成事 令上师欢喜 那阿雀伦伯切 在《前行备忘录》当中 也说到 医治上师 主要以三喜 主要以三喜成事的方式 进行医治 那在这个 全知无过光 尊者的 大元满心性休息 大车书当中 这样说到 有一个颂词 讲到 自己有财 供上师 身与恭敬 而成事 舍弃今生 修正法 三门当令 师欢喜 也就是讲到了 这个 令上师欢喜 弟子应该做哪三种成事 分别就是这个 财务供养 第二个呢 就是 身与的 这个恭敬成事 第三个呢 就是要舍弃今世 修持 上师所传的正法 那么华智伯切呢 在这里呢 就讲到 上等为 就是以三种成事 令上师 欢喜 上等为 修行 供养 通过 痛苦 及 精进的方式 而修持 上师 所传的 一切正法 也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 最上等呢 就是对上师的 这个 我们修行 正法 的供养 那么我们 以苦行的 方式 或者是 精进的方式 来修持 这个正法 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 也许天气 非常的寒冷 天寒地冻 但是呢 我们一直呢 都不放松 自己的这修行 克服一切的困难 对于善法 产生欢喜心 而行持 这个呢 是对 对上师呢 最殊胜的 法供养 所以呢 我们这样 精进修持 佛法呢 也是对上师的 一种这个供养 那么就是说 对上师 所传的 一切法 这个来进行修行 这个一切法呢 就是要强调 我们要以平等的心 来恭敬的受持 上师 所传下来的 所有的法 就是上师 所传的一切法 我们都不怠慢 并且呢 以欢喜心 踊跃心 来这个受持 那么我就是 在这个 广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这个修行供养呢 是最殊胜的 一种供养 就是说 对于善知识 所赐的 教授 遵行不为 这是亲近 善知识 或者是亲近 上师的 最主要的 加行 那在本生论当中呢 也说到 报恩供养 即依教奉行 华严经当中呢 也说 应发如 王子心 遵行 教命故 就说 如同 王子一样 这么遵循呢 上师所传下来的 所有的这个法要 那么下面就讲到 第二种 令上师欢喜的 这个 供养 是什么呢 就是中等 寄身 与 义 成事 自己的身 与义 精心 侍奉上师 为上师服务 就是讲到了 这个 要用自己的 这个身 与义 很精心的 来这个 侍奉上师 那么这个精心呢 就是强调了 用义 来供养上师 就是说 不论为上师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是很用心的 而且呢 就是不怠慢的 凡事 上师需要 这个我们去做的事情 那就想尽办法 尽心尽力 也要把这件事情 这个完成 并且呢 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 不粗心 不马虎 而且认真的 仔细的去 这个来 检测因果 来进行去做 做事 所以呢 从这个义方面呢 我们要发一个 这个欢喜心 然后呢 这个要细心 为上师做事的时候 要细心谨慎 所以呢 这里讲到 精心是从义的方面 那么我们就从 这个申语的两个方面呢 再进行一下介绍 那么 申成事上师呢 就包括 比如说 为上师洗浴啊 擦拭啊 按摩啊 试病啊 等等 一切身体 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就叫做 申成事上师 以及呢 如实的称赞 上师的功德 或者为上师传话啊 等等 做这个语言 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就是 以语来成事上师 那地藏经当中呢 就说到 要像成事诸佛一样 来成事善知识 所以我们作为弟子呢 需要以身体的语言 要以这个身体和语言 来成事善知识 因为成事善知识 就如同成事诸佛一样 将产生极多的福德的缘故 那么 下面呢就是 华振博卿呢 就讲到 这个第三种 令上师欢喜的是 下等为财务供养 以慷慨供养 饮食受用等方式 令上师欢喜 也就是说 最下等的 对于上师的这个供养呢 同样能令上师欢喜的供养呢 那就是 以慷慨的心 然后 没有吝啬的心 来供养呢 饮食啊 受用啊 上师所需要用的 比如说 衣服啊 房子啊 等等 那么凡是上师所需要的 这个物品呢 我们都会 以慷慨之心呢 进行供养 那么这就讲到了 这个第三种 就是 下等的这个财务供养 那这个财务供养呢 如《诗诗五诗诵》当中呢 也说到 横以诸难舍 横以诸难师 妻子自命根 世自三昧师 旷诸动自财 也就是说到了 常人难以舍弃的 这个妻子啊 儿女啊 生命啊 等等 尚且都应该 横实地供养 誓言啊 舍离 更何况 变动无常的 无有实质的 或者说无有实意的 这些资产呢 更应该这个 供养上师 也就是我们应当呢 这个横实地 以这样的 慷慨大方的心呢 来供养上师 上师所需的 一切的 这个受用 那么应当 想到呢 我们在这里 供养上师呢 就等同于 横实的这个 供养 一切诸佛一样 这是极为殊胜的 福德资粮 由积聚资粮 而获得成就 所有的这个 这个大成就者 或者说 所有的诸佛菩萨 也是以积聚资粮的 这个方式 获得成就的 那我们同样呢 也要这样 来积聚资粮 那可见呢 像上师 贡献 财物等 就能获得 殊胜的利益 那么对于我们弟子来说呢 向上师 贡献财物是最殊胜的 积累资粮的一个方式 因此我们也要这样做 那应当 尽量呢 对善知识 贡献财物 因为 供养这个财物 就能与 善知识的心 亲近 并且能够积累 众多的资粮 就拿一个比喻来讲 就像在这个 四季都能生长 庄家的肥沃的粮田当中 应当尽量剥下种子一样 那么我们也应该呢 以这个财物供养上师 那么通过前面三种的这个介绍呢 相比较来讲呢 就是这个文思修的这个供养 是对上师呢 最殊胜的一种供养 那么下面呢 就继续往下讲 就讲到了 华振博记说 如功德藏云 若有资财 供上师 身与恭敬 成事事 身与恭敬 成事事 何时一切 亦不悔 三喜之中 休罪圣 也就是说 智卫光尊者的功德藏 当中呢 就说 若有财物 就是说自己所拥有的 所有的财物 或者说自己所拥有的 就是一切的这个财物的话 慷慨的 以慷慨之心呢 就供养上师 就是 主要呢 就强调了 我们作为弟子呢 不要去执着 一切这个财物 从这个角度呢 来理解 所以说是慷慨供养 上师 上师所需要的 上师 最必要的这个财物 供养上师呢 是令上师最欢喜的 并且呢 就是如果把自己 不需要的 或者自己认为 不好的 略智的东西呢 供养上师呢 就也没有什么 很大的这个功德 那么后面就讲 申与 恭敬 成事事 就是申与意啊 三门都要恭敬的 成事上师 做这个上师需要的 一切的事情 那何师何地呢 都不 亦不悔呢 是说 因为具有恭敬心 信心 心地善良的缘故 所以呢 在一切时分呢 都能够成事上师 不失悔 具象弟子的身份 不悔呢 不失悔 具象弟子的身份 那么这个 三喜之中 最殊胜 就说到了 三喜呢 就前面的 三种成事供养的 上师的这个方式 那在三喜当中 最殊胜的呢 就是修持上师 所传的正法 这个是所有的 功德当中 最殊胜的 因为上师 为我们传法呢 是为了我们 获得解脱 所以呢 闻思佛法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修行 因此呢 修持对我们来讲呢 是最殊胜的 上师呢 注留在世间呢 也是为了解救 更多的有缘弟子 所以呢 在闻到上师 所讲的之法 法以后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要 这个实地起修 那么 那么我们作为 寻求解脱的 这个弟子呢 在修行尚未 获得稳固期间 最需要 亲近 具足 得相的善知识 因为如果离开了 善知识 或者说过早的 离开善知识 那么自己的 这个道业呢 将会荒废 不能够 遣除委员 增长智慧 来进行 修持的缘故 不能来增长智慧 那么就 打一个比喻来讲呢 就像这个 幼儿尚不能 独立 生存的 一段时间里 就必须要 依赖 知道取舍 能够精心养育的 母亲一样 那离开母亲呢 那幼儿的生存呢 就成为一个 很难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没有 这个文思 获得究竟的时候 就应当 在这个 上师 注释期间 精进的 成事上师 医治上师 这样呢 从上师到 那里呢 获得佛法 然后 进而 这个逐步去 起修 才能够让我们 获得解脱 阿底侠尊者呢 也说 在没有获得 圣者 地之前 没有获得 圣者地之前 不能离开 上师 所以呢 应当 擅自 审查 如果自己的心 尚未获得 稳固 那遇到 委员呢 就不能 准备 道用 如果是 这种情况下呢 就表明 自己的内心 还没有 完全成熟 那么 因此呢 在此期间呢 就不能够 远离善知识 如果过早地 离开 善知识的话呢 那就很难 获得成就 所以呢 在这个 我们 医治上师的 过程当中 要以这个 三喜的方式呢 来进行医治 也不要过早地 这个离开 善知识 对于上师所吩咐的 一切合理的 这个事情呢 都应当遵行 都应当去做 因为呢 一切共同 与不共同的成就 都是需要 依赖 上师的加持 而获得的 而上师的善说呢 就是使弟子 就是使弟子 融入加持的 一种方便 所以呢 对于上师 善知识的 一切善说 我们呢 都要依较奉行 那么后面呢 这个 华振伯切呢 就继续讲到 有时 上师的行为 显现不一定如法 无论是怎样的行为 都应当 都应 应当了知 都是善巧方便的行为 唯一 观清静心 那就说到了 我们呢 观清静心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上师的行为呢 显现上 也许不一定的 如理如法 也就 华振伯切在这里呢 就说到显现上 并不是说实相上 因为我们作为凡夫呢 没有办法来分别 上师善知识的这个心 然后上师的秘义呢 跟佛陀的秘义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作为凡夫呢 同样 没有办法分别 所以 我们呢 在心地不清静的情况下 显现上就能够见到一些 这个不一定如法的行为 后面呢 华振伯切就教导我们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如理作义呢 就讲到 无论是怎样的行为 都应了知是善巧方便的行为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了知啊 上师的一切行为呢 都是有如同佛一样的 秘义的行为 都应该视为佛陀的行为 唯一呢 让自己内心观清静心 并且了知呢 这是上师 度化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 以这样的行为 才能调伏 我们内心相续当中的烦恼 调伏弟子相续当中的我知 所以呢 才这样方便视线的 所以呢 要这个 所以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停止自己的 这些非理作义 并且呢 从内心上 发自内心的来进行忏悔 而且呢 还应该呢 以观这个清静心 来进行这个护持 也就是会 应当呢 这个想到 不论上师 视线何种的这个显现 那都应该 上自己来观清静心 并且升起清静心 看作呢 是佛陀事业的有武 不生丝毫的邪见 认识到呢 是自己相续 不清静 所以呢 才见到了上师这样的 不如法的行为 那么在这个 华正宝契前面 我们呢 没有讲 有一则内这个公案 也讲到了 就说到 要观清静心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有一次呢 华正宝契呢 到康区的一户人家 来到这个门前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 主人家的母亲啊 她去世了 然后就引请了 当地啊 非常有名气的 这个上师 做超度的佛室 因为她 这个华正宝契呢 是僧人的装束嘛 所以主人呢 也把她请到这个室内 进屋以后呢 这个华正宝契呢 就看到那位上师啊 高高的坐在法座上 旁边呢 就带着她的一位小侍者 他们呢 就正在念诵 这个为王者超度的遗轨 于是呢 就便坐在一个角落里 用神通的进行观察 发现呢 那位上师呢 正在想 主人家能不能把 那个那一批 最好的黑马供养我呢 那王人的中阴生呢 得知了上师 这位上师呢 生起了如是的恶念之后呢 就躲得远远的 而小侍者呢 以这个真诚的大悲心呢 祈祷王者呢 往生极乐世界 而专注的念诵 以此功德呢 又把这个中阴生呢 赶召回来 但是呢 这个小侍者呢 他没有将其超度到 净土的这个能力 那关到这里呢 尊者呢 就暗自思量 若未与王人结缘的话呢 没结上缘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超度它 于是呢 这个华智人波切 就对主人说 能给我一点吃的吗 那主人呢 就说 做完佛事以后 可以给你 从这里呢 我们也能够这个看到 这个华智人波切呢 在显现上呢 也是指示这个 索取食物 如果说 我们对这种 不关清净心的话 就想 你看这个 僧人坐在这里 什么都 这个衣柜也不去念的话 首先呢 就要一些这个食物 要得到供养 那这个时候呢 那就显然是 没有升起清净心 那么 所以呢 这里呢 也讲到这个 关清净心 虽然 显现上只是索取食物 但是 这个 大成就者 或者说是 胜者上师的这个 义趣呢 我们是不能够了知的 或者命意 我们是不了解的 所以 不要从这个表面上来看 那么后面呢 这个故事呢 就有讲到 超度仪式结束之后呢 那位上师呢 果然得到了这个黑马 而具有这个慈悲心的小 小僧人呢 得到了一张小的黑牛皮 主人呢 给了他一碗酸奶 如此呢 这个华智仁波切呢 与亡人结上了缘 结果呢 就将亡者超度了 而后呢 这个华智仁波切 这个就很自嘲的 就说 贪心的上师得黑马 悲心的扎巴得牛皮 超度亡者的人呢 得到了酸奶 那么显现上呢 上师也是 要与这个 这个 亡者结上这个善缘 然后呢 才能够对他们呢 进行 这样的超度 也就是说呢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就是 对于上师的一切行为呢 要关清静心 如果不关清静心的话呢 唯一的就是损害 损害自己 所以呢 任何行为呢 我们都应当 关清静心 那么 尤其是 如果我们发现 自己这个周围的 一些情况 不管是我们 限量见到的 或者是限量看不见的 我们呢 都应该 作为 做清静观 观为就是 诸佛 或者说是 诸佛的 清静岔土 观这两种 一个就是 都是诸佛菩萨的显现 一个就是 清静岔土的显现 那么清静观 实际上呢 就是 迅速积累 不会资量 清静业障的 一种 殊胜的 方便法门 如果自己的心 不清静呢 才会 这个见到 不清静的 外界的显现 实际上 从密宗的 角度来讲呢 我们眼前的 一切的 这个 万法的 这个本质 本来呢 就是清静的 法界 这个清静观呢 不是把 本来不清静的 硬观想成 清静 而是呢 它的实相 本来就是 清静的 因为我们 这个 凡夫啊 有迷乱 习气 做障碍 所以呢 是无法 见到 万法的 实相 那么 再进一步 隐身的话呢 那么 作为密宗的 弟子呢 假使认为 观想 所有的众生 都是佛菩萨 这只是 引导众生的 一种方便 实际上呢 众生并不是 清静的 如果产生了 这样的见解呢 实际上就 违背了 密宗的见解 产生了 这样的想法呢 也很容易 破坏 这个密乘界 那 清静观呢 在密宗的 大幻化网 总说 光明藏论 当中呢 也宣说的 非常清楚 大家有机会呢 后面 如果有这个 文思的机会 可以去进行 这样的 这个具体的文思 那么 更进一步来讲呢 对于 金刚秤的 修行人来说呢 清静观 不是 有没有 想象力 或者说是 信服 不信服的 一个问题 而是呢 关乎于 具备 或者施毁 金刚誓言的 一个重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 一切的显现 视为本尊啊 以及谈诚的话 那么就是 聚视言 否则的话呢 认为 五种圆满 只是权宜之说 强就是强 水就是水 那在面前传法的 只是一个普通人 下面文法的 也是一群 烦恼众生 有了这样的想法呢 实际就违背了 金刚乘的 这个誓言 所以 密宗的修行者呢 我们应当 尽量的 做清静观 观一切 众生的 都是真实的 清静的佛菩萨 因为如果 你只有凡夫的 这个见解 那因为自己 有自明自知的 自明自知的 这个心实的缘故 了解自己 是否是凡夫 那么 那么我们如果 还在这个 凡夫地的时候呢 怎么能够了解 这个对方的行为呢 又怎么能够知道 对方不是 真实清静的佛菩萨呢 所以呢 我们作为一个 凡夫地的这个 烦恼粗重的 这个凡夫来讲 那么应该对 所有的一切众生 观清静心 这个是从 自己如何来进行 修持的角度呢 来讲的 那么 如果暂时 没有办法理解 这样的清静观 或者呢 不能行持密宗的 这个甚深的见解 也不用着急 但是呢 应该这个 常常的心里 发起这样的 这个誓愿 就怎么发愿呢 虽然我 对此 甚深的见解 没有圣解 没有心相续当中 生起这样的定解 但是呢 清静观呢 是金刚秤的 究竟的秘义 愿这种 深深的秘义 在我的相续当中啊 不间断的生起 使我发出 圣解心而羞耻 不背道而行 不诽谤 舍弃这样 深深的见解 就即便做不到 我们也要发 这样的愿 那么 这个 那么从前 就是讲到 华振博县的讲 从前啊 大智者 纳若巴得 大成就后 有一位本尊 告诉他 你生生世世的 上师 是圣者 蒂洛巴 也就是说 这个 纳若巴的 这个本尊啊 告诉他 他的这个 生生世世的 这射受他的 上师善知识呢 就是蒂洛巴 后面呢 就讲到 你应前往 印度东方 就告诉他呢 要到印度东方呢 去 移植这样的善知识 那纳若巴尊者 立即启成 赴东方 但是不知道 蒂洛巴上师 到底住在哪里 他呢 就是立即启成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他毫不犹豫的 这个就启成 去这个 要拜见 上师善知识 就这个呢 来自于 他对这个 上师的成心 或者说是 信心 恭敬心 因此呢 我们一指上师的时候呢 也应当这样 具有这个 信心和恭敬心 还有成志的这个 信心 那么下面呢 就讲到 问当地的人们 都说不认识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纳若巴尊者呢 他也没有 灰心丧气 也没有这个 这个舍弃 反而呢 就弃而不舍的 他又问 于是继续的问道 那么在此地 还有没有 谁叫 蒂洛巴呢 人们回答 有个以 有个以行 起为生的 蒂洛巴 人们称他为 乞丐蒂洛巴 纳若巴 这个尊者心想 大成就者的行为 是不一定的 很可能就是他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 看到了这个 纳若巴尊者呢 他就生起了 这样的清净心 他的心 非常的宽宏 大量 具有政治正念 于是呢 他就这样想 这个大成就者的行为呢 是不一定的 也就是说 大成就者 有可能化身为 或者化现为 渔夫啊 屠夫啊 妓女啊 乞丐啊 还有这个猎人啊 等等 这些形象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要对这个 一切的这个众生啊 观青尽心 这个是我们作为 密宗弟子啊 首要任务 首当其冲 要做的一件 这个事情 于是呢 下面就继续讲到 于是又问 乞丐蒂洛巴 住在哪里呢 他们告诉他 就是他们呢 告诉纳尔巴 嗯 就在那边 正冒出烟的破围墙内 也就是说 他呢 这个居住的这个场所呢 也不是非常的这个 豪华呀 殊胜等等 而是一个 很破烂的围墙里面 这个蒂洛巴尊者 住在那里 他前去拜见 纳尔巴呢 就前去了 蒂洛巴尊者啊 正坐在那里 前面放着一个 装满了死鱼活鱼混杂的木盆 从中取出的每一条鱼 都放在火上烤 然后享用 接着谈一响指 那也就是说 圣者的行为呢 的确不可思议 他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么 这里呢 就是谈一响指呢 就代表就是对 这个 这个众生呢 进行超度 那纳尔巴上前顶礼 请求设授 就是这个纳尔巴 他顶礼蒂洛巴 请求蒂洛巴呢 来设授他 蒂洛巴尊者说 你说什么 我是个乞丐呀 那纳尔巴又再三 诚挚请求 蒂洛巴尊者才设授了他 也就是说呢 这个纳尔巴尊者呢 他是发自内心的 以诚心诚意的这种方式 来祈求 蒂洛巴尊者 那么蒂洛巴尊者呢 也是被 纳尔巴的这个 诚意所打动的 才呢 设授了他 那显现上呢 被蒂洛巴尊者 设授的时候 也是很困难的 那也就是说 经过了再三的 诚恳的请求 然后才得以开许的 那后面呢 就讲到 蒂洛巴尊者 并非因饥饿 未得到食物 而杀鱼 而是因为那些鱼 不知取舍之处 那些鱼啊 是不知取舍之处的 恶业众生 他具有超度 他们的能力 为他们 为使他们 与他结上缘 而享用鱼肉 之后将其神识 引到清净岔土 也就是说呢 蒂洛巴尊者呢 使用这些鱼呢 不是为了撕心 不是为了自立 而是因为这些鱼 他们不知道 善恶取舍的道理 那么唯一做的呢 只是这个恶业 那么来世呢 也只有下渡恶趣 仍然不能脱离 这个前往恶趣的命运 所以呢 为了使这些这个众生啊 往生到清净岔土 因此呢 这个蒂洛巴 才做了这样的这个行为 并且呢 蒂洛巴尊者呢 他具有超度这些 这个旁生的能力的 这个 具有这样的能力 具有这个超度旁生的能力 所以呢 这里呢 也看到大成就者的一切的 这个 申与的行为呢 无一不是在这个 利益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做的 那为了这个 这个和这些旁生结上缘 也就是说 他呢 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呢 和这个 他所享用的 或者和他有缘的这些 鱼类呢 就结上了这样的这个善缘 那么前面呢 也介绍了这个 华之仁波切 进行超度的时候 也是以这个 享用酸奶的方式呢 就是和这个 这个亡者啊 就结上善缘 然后得以这个 将神识呢 引到清净岔土 这个超度亡者的 所以呢 这个不要我们看 外在的一些显现 因为我们不了解 这个 真正的大智者 他们有什么样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能力 他们虽然就是 显现上好像你看 是在这个 享用鱼肉 然后前面呢 也是 只是要求呢 或者表面上 我们会想 这个人呢 来了以后 就是希求 喝酸奶 我们会这样想 实际上呢 不是啊 为了以这个 亡者进行结缘 所以呢 一定要对 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所显现的 所有的行为 观为清净 要观清净心 非常重要 那么下面呢 就也讲到 三日哈 也就指讲 这个印度的大成就者 三日哈巴 然后他呢 以弓箭手的形象 就是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也是呢 以这种方式呢 来度化众生 那么 夏日瓦 以猎人的形象 等 也就说到了 这个 在密宗里面呢 讲这个 有八十大成就者 那么这些成就者们呢 以不同的形象呢 出现在人们面前 实际上呢 做的都是 利益众生的行为 虽然他们表面上显现的 都是比较这个 低略的种性 低略的身份 但是呢 他们所做的事业呢 却如同佛陀 所做的事业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在 这个就是 任何人在我们面前啊 显现 任何的这个行为 我们都应当观清净心 那么后面就接着讲 印度圣地 数多成就 自在者 显现略种等 极其低略的形象 这个略种呢 是指低略种性 就是说在很多 低略种性当中 大成就者们 有这样的转世 所以呢 不管我们见到 什么样的这个形象 唯一让自己 观清净心 生那个 这个大悲心啊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 这个密宗弟子 应当做的这个事情 那么后面呢 就讲 所以对于上 所以 对于上师的 任何行为 都不能生起邪见 应当 唯一观清净心 也就是说 这个 上师的 展示的 这个各种行为 不管自己能理解的 还是不能理解的 那么都不应该呢 生起邪见 应当了之呢 上师是在 行持佛陀的事业 一切呢 都是具有 殊胜的必要的 这个 并且呢 具有秘义的行为 这些行为 都是具有 这个殊胜必要 和秘义的 是我们这个凡夫呢 不能以这个 自己的分别念 揣度和衡量的 因此呢 我们要观 清净心 也就不要 生起这个 任何的邪见 更不能呢 诽谤上师 那么应当呢 全部视为 佛陀的视线 全部视为 佛陀事业的 这个有五 所以呢 就是唯一 让自己 生起这个 清净心 或者生起 清净观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后面呢 华振波契呢 就讲 如功德藏云 诸行不应生 邪见 圣地 数多 自在者 显现略种 恶形象 恶劣之中 极恶劣 就是讲到了呢 功德藏当中呢 就讲到 诸行不应生 邪见 就是具象上师的 任何的这个行为 作为弟子呢 都不应当 生起丝毫的邪见 那么 圣地 数多 自在者 也就是说 圣地呢 一般可以指印度啊 藏地啊 血域藏地 这样的这个圣地 那有很多的这个 自在者 也就是指 已经获得解脱的 这个大自在者 大成就者 或者说是圣者 已经获得解脱的 这种圣者呢 显现略种 恶形象 它会显现 恶劣的 种性 或者说是显现 低略的种性 成为低略种性 家族当中的一个 转世 那么 恶形象呢 就是说 他们会显现 低略的形象 成为低略形象的 这个人 显现呢 成为低略形象的人 或者说是 这个 他们 成为低略形象的人的时候 就必定行持 这种低略的 这个事情 所以呢 不论 不论这个 我们见到了 这个低略种性的人 行持低略种性的事情 或者说是 等等一些 我们 看不惯的 就认为 不清净 或者说是 很恶劣的 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应该唯独呢 让自己 观清净心 那么后面就讲 这个恶劣之中 极恶劣 那么并且呢 在恶劣的行为 与形象当中 是极为恶劣和这个 是极为恶劣的 形象和行为 就是已经够恶劣的 但是呢 还要更加的恶劣 有的时候呢 这个真正的 上师大成就者们 他们会实现 这样的低略形象 然后呢 还会实现 这样的低略的行为 因为呢 我们要观清净心 是因为呢 我们要了知呢 这一次大成就者们 具有秘义和有必要的行为 是为了接引 不同类的这个众生 圣者们呢 才以不同的形象 视线各类的人 在各类人的心面前呢 就显现了 从事和他们一样的事业 就说和他们一样的 同类的这种话语 最终呢 可以将这些 人们呢 就引入到 清净的岔土当中 的一种方便的视线 所以呢 就是如果说 上师呢 真正获得成就的上师们 没有在这个 低略种性当中 进行视线的话 那么就没有办法 和这些低略种性的 这个众生呢 结成善缘 那也就没有办法呢 就是从 就是将这些众生呢 从轮回当中尽快的 让他们脱离轮回的苦海 也就是说呢 为什么说这个 有的地方也讲到 这个六道 这有六能人 在各个这个 道当中啊 都会有佛陀的 以慈悲心的这个化现 慈悲心的这个化身 都会出现的 因此呢 不论我们见到了 什么样的这个 低略种性的人 从事什么样的 一个恶劣的 这个工作 但是呢 我们都要 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观清净心 尤其呢 是对于这个 居相上师 如果在 视线这个 这样的行为 或者说是 形象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自己 如果是认为 看不惯的话呢 我们应当的 呵斥自己 让自己呢 这个尽力的 升起 清净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后面呢 就华真摸切呢 就继续讲 如果将那些 如果将那些形象 看作是邪行 观其过失的话 则如颂云 长处于 佛亦见过 虽然是佛 但也是 会有人 见其过失 也就是说 如果将那些形象 就是认为是 这个邪行的话 那么我们就 首先具有了邪见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应该这个 呵斥自己啊 要把这个 当下升起的心呢 要立即的断除 并且呢 要进行忏悔 那么 如果是 并且呢 再去观其过失的话呢 就把这些行为 观成有过失的 挑毛病 找错误的话 那么就 真的就如同 这个颂词当中讲 长处于佛 亦见过 就长期的相处啊 对于佛陀 也会见到过失 就是说 下面呢 就会举这个 善心比丘的例子 虽然呢 就是佛陀是 功德全部圆满 过失呢 全部断除 但是呢 在他的面前呢 佛陀呢 仍旧呢 具有这样的 这个过失 也就是说 佛陀的弟子呢 他这个 一辈子也没有 见到佛陀的功德 像这个 善心比丘 他跟随佛陀 几十年 但是 在他的眼里呢 佛陀 不但没有 丝毫的功德 而且呢 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欺骗众生 他认为 是在欺骗众生 那最后呢 以这样的 这个 斜之斜见呢 他不得不下跺 在恶曲当中 感受最严厉的 这个果报 那这个 华正伯契呢 中文中就讲到 往西 世尊的兄弟 善心比丘 于二十四年 有不同的 经当中啊 也有不同的 这个说法 这个是在 涅槃经当中 是这样说的 二十四年当中 做世尊的 逝者 他精通 十二藏 也就指呢 精通三藏 十二部 并能参阅经文 传 并能不参阅经文 传讲 那已经 就是很厉害了 因为他呢 就是广文博学的缘故 他 讲经说法呢 也非常的 这个厉害 但是 他看 世尊的一切行为 都是欺狂的 他认为 世尊的佛陀 所作所为啊 全都是欺狂的 心想 除了有没有 一群光的差别外 我们两人 完全相同 他就认为呢 自己的功德呀 也完全等同于佛陀 他生起了这种 邪分别念后 于是呢 这个他说 二十四年为辱仆 除身 具有一群光 知骂许德 五未见 知法我胜 莫为仆 说完就离开了世尊 也就是说 他呢 就是在 成世世尊 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 他呢 就是唯一呢 见到 佛陀呢 是欺狂的行为 于是说了这样的寄送 二十四年呢 我作为鲁释迦 摩尼佛 世尊的这个 仆人是指使者 作为您的使者 那除身 具有一群光 就是除了 佛陀身体 外面具有一群光的 差别之外 芝麻许德 五未见 就是芝麻许德 超圣我 这个 圣心 比丘的这个 功德呢 我也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这个 他认为呢 这个佛陀 除了就有一群光啊 这个比 自己 多 自己呢 不具有这样一群光 以外呢 其他的功德呢 摩尼比丘认为 他自己都具备 知法我圣 莫为仆 就是从这个 所知法方面来讲 我呢 更为超圣 所以呢 不要当做 你的仆人了 那我现在就要离开了 于是呢 这个 摩尼比丘呢 就离开了 这个世尊 那当时呢 阿难作为 世尊的使者 他问世尊 摩尼比丘将来 转生何处 那世尊回答 摩尼比丘 现在只有七天的寿命 死后将于 花园中 转生为 一恶鬼 那这个 就很可怕的 一个这个后果 不但呢 没有任何的 这个 就成事佛陀呢 也没有获得 任何的功德 反而呢 因为具有这样的邪见呢 就是 下落到这个 恶趣当中 阿难到 摩尼比丘面前 告诉他 世尊所说的那些话 就是原原本本的 告诉他之后呢 摩尼比丘想 有时他的妄语 也可能是真的 所以这七天中 我应谨慎行事 七天过后 再羞辱他 他就觉得 这个 释迦牟尼佛 对他说的呢 是妄语 因为他心里呢 一直都认为 佛陀是在欺狂人们 所以呢 他就是觉得 这个妄语 有可能是真的 于是呢 他就是这个 在七天之内啊 准备这个谨慎的行事 于是 七天中 未尽饮食 到了第七天的早晨 因为 以口干舌燥 于是他喝了一口水 没有想到 水被消化而死去 死后 于花园中 转生为 一具有九种 丑相的恶鬼 但是呢 这个 到了这个 第七天的时候呢 他还是 如同佛陀 受计的那样 他这个 就是死亡 并且呢 下舵成为 一个具有 这个 丑相的恶鬼 所以呢 就应验了 佛陀的这个 受计 对于上师的 这个一切的行为呢 从这里呢 我们也应当看出呢 文医作为弟子呢 应当观亲近心 不生起任何的 这个邪见 邪分别 是非常重要的 当自己的恶念 生起的时候 就应当立即的 让他制止 并且呢 马上的转心 进行忏悔 这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呢 华志伦伯记呢 就继续讲 因此 若看到 圣者上师的行为 有过失 则应 贺责自己 那么这里呢 从这个 贺责自己的角度呢 我们进行五点的分析 第一个呢 应该贺责自己 就应该这样想 我这个人的心呢 实在是太恶劣了 生起这样的恶分别念 真的是太对不起上师了 为此呢 我应当念诵百字明 念诵金刚萨多心咒 然后念诵忏悔文 来进行忏悔 那么第二点呢 就想 上师就是佛 见到佛有过失 我的罪业真是太大了 所以呢 我应当翻路 忏悔自己的恶心 那么从自己的这个心上呢 这个恶分别念 恶心呢 要进行忏悔 那么第三个呢 要这个下决心 要发誓 这样的恶心 在我的相续当中 永远也不要再生起了 那生生世世 成为 对上师 成为具有正见者 我们要发 这个相反的这个誓愿 就是说呢 不要生起这样的恶心 成为呢 对上师具有正见的一个人 生生世世 都不要对上师 起丝毫的这个恶分别念 或者说是 邪念 邪之邪见 那么第四点呢 上师以 无碍的智慧眼 一定可以了知 我现在生起的恶分别念 所以呢 在上师圣者面前 自己真是太惭愧了 我要改过自心 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啊 努力的生起 清静心 观一切为清静 那么 那么这个是第四点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说 我所见到的 是上师 佛在 自在事业的一个有五 那虽然呢 我暂时不能够理解 但是呢 一定呢 是具有秘义的行为 并且呢 是具有必要的行为 而且是极大必要 所以上师才这样实现的 那么我应当呢 随喜 圣者上师的这个功德 所以呢 就是 从随喜的角度上来 应该随喜上师的功德 同时呢 对于上师的这个 如果看到了上师这个 有一个果实 我们应该 思维上师一百个功德 然后来进行呢 这样来对质 否则的话呢 这个自己的恶心泛滥的话 只有令自己 如同这个 圣星比丘一样 下落到三恶去当中 他24年成是上师啊 他的对境是那么殊胜的 这个佛陀 那么我们现在呢 同样的道理 有这么殊胜的这个 对境上师 那么原上师呢 一定要升起清静心 观清静心 升起信心 非常重要 并且呢 这个如果升起 一念的这个恶心 或者观 圣者上师的行为 有过失的话呢 就应该严厉的 贺责自己啊 从前面几个方面呢 进行对质 具足这个四种对质力啊 进行忏悔 那么后面呢 就讲 并且想 这是我自己的心实 掩饰不清静 所致 这个心实掩饰不清静呢 也会导致 我们见到上师的 这个过失 那么我们呢 在这里做三点的分析 第一点呢 就是 因为无始以来 在这个轮回当中 我自己的心啊 染上了无数的 这个恶劣的 分别的习气 这个缘故 有恶分别习气的所致 那么 我自己的心相续啊 被无名于痴 所遮蔽 那么就导致 我这个心也不清静 眼识也不清静 心事也不清静 那么这个第二点呢 圣者上师是断正 功德圆满的佛陀 该断的这个二种障碍呢 或者烦恼 已经全部都断除 甚至呢 连种子习气 也都彻底断静 怎么会有丝毫的过失呢 如果说烦恼障 所知障 这个习气障 这些障碍没有断除的话 会出现过失 那么就如同 我们凡夫人一样 有障碍 相似于当中 有这样的 无名于痴的种子的缘故 没有断静的缘故 种子没有断静的缘故 在我们这个 阿赖耶什这个十天当中 余留于很多的这个习气 所以我们自己 会有很多的过失 但是呢 对于这样的这个 圣者上师 就如同佛陀一样 是断除了 这个 所有的一切的烦恼 所以 烦恼所有断静的缘故 功德 智慧全部 圆满 证悟的缘故 不会有任何的 丝毫的过失 那么第三点呢 要想到呢 我呢 是染上了 烦恼疾病的患者 在墙内的 我值得推动下 我自己的心识 发生了迷乱 发生了错认 于是才见到了这个 上师的这个过失 那么我就如同呢 患上了 演绎病的这个病人 我见到虚空呢 都是会充满毛范 有这样的这个缘故 或者说我呢 已经是患上了 胆病的一个患者 那我眼前所显现的 白色都会建成黄色 所以呢 要知道呢 是自己的这个过失 所导致的 所以呢 我应当断除自己的不清净心 而不是呢 去挑上师的毛病 看上师的过失 所以呢 上师有过失 在我们眼里 见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实际上在表明 是我自己的心 产生了过失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呢 要极力的 就是把这个恶心呢 要断除 并且呢 要这个 发露忏悔自己的这个恶心 那么后面呢 就讲到 上师的行为 无有丝毫 过失或 罪业 讲到了 上师呢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 罪业 所以呢 我们要 让自己呢 观清净心 并且呢 生起了这样的恶心的话呢 唯一呢 就是要见上师的这个功德 那么除了 就是我们 对上师不观 过失以外呢 还应当特意的去 直取啊 上师的功德 进行思维 也就是心呢 源着上师所具有的 比如说 持清净戒啊 多闻啊 敬信啊 等等 上师是如何恭敬自己的上师 法王如意宝的 等等 或者说呢 就是 大恩上师是如何成事啊 自己的这个上师的 我们从这些方面呢 来多观察上师的功德 让自己的心呢 数数的去直取 功德 去意念和思维 上师的功德 按照这样来修习呢 就能够遮除啊 信心的唯品 这些障碍 那么不清净心呢 逐渐的会对质下去 那么即使见到了上师有少许的这个过失 也要明白 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呢 这是由于自己的内心坚固的直取 上师的 这个 过失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呢 如果说自己的内心呢 坚固的直取上师的功德 如果去直取功德法的话呢 那么自己的 这些直过失的心 见上师过失的这个 这个 恶分别念呢 就会逐渐的得以对质 逐渐的这个消失 那么下面呢 借助这个比喻 从正反两个方面呢 来这个介绍一下 我们呢 要原上师的功德 进行思维 要这个断除 见上师过失的这个心 比如说呢 自己对不喜欢的事物 虽然见到 具有很多的功德 但是呢 由于见过失的心 非常猛烈的缘故 那么就能仗毙 见功德的心 那比如呢 升起猛烈的嫉妒心的时候 即使对境 非常的有功德 比如说 具有功德的上师 在我们面前 作为对境的话 那么我们自己的心 被这个嫉妒心 所仗毙的情况下呢 也不可能去做出 少许的随喜和赞叹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心 被这个嫉妒所蒙批的时候 见不到上师的功德 那相反呢 如果说 就自己而言 也会出现 当见到功德的心 势力很强的时候呢 也能遮蔽自己 见到过失的心 如果说 这个见功德的心 势力强的话呢 那么见过失的心 就会被遮蔽了 比如说呢 虽然见到自身 有很多过失 但是如果见自身的 某一功德的心呢 非常势力强烈的话呢 势力强猛的话呢 那么能够遮蔽 见到自己过失的心 比如说 在单着自己 某种功德的时候 即使别人 指出自己缺点 但是自己呢 也丝毫不会接受 又比如说 这个母亲呢 她一直执着 自己孩子的优点 虽然孩子 有很多缺点 但是呢 也会被这位母亲 以见功德的心 遮蔽 见不到孩子的缺点 那么这个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 见上师功德的心 强烈猛力的话呢 那么见上师过失的心呢 就不会再生起 如果说 只让自己 就是原上师的过失 进行数数思维的话 那么见不到上师的功德 导致的结果呢 必将是 自己落到 这个恶趣当中啊 受剧烈的这个痛苦 因此呢 对上师观亲戚心呢 是非常 作为我们历称弟子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后面就讲到 我们呢 当见到这个上师 有这个 自己心里认为 有过失的话呢 应当这个对峙 那上师的行为 无有丝毫的过失 或者说是罪业 所以呢 我们不应当有这样的这个 见上师过失的心 下面华智波切呢 就继续讲 应对上师 更加生起信心和亲近心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上师生起信心和亲近心 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了见上师功德 还要对上师呢 生起信心 那么对上师生起信心呢 对我们来讲呢 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那在这个宝具 陀罗尼当中 也说到 信为前行 如母生 守护增长 一切得 也就是说 信心呢 是一切修行的前导 就如同母亲 她这个出生 守护增长的一切功德 就是同母亲一样 对于这个孩子呢 她是出生 并且呢 守护 让这个孩子 逐渐的成长 她有具有很大的功德 同样呢 我们在这个 修持对上师 生信的过程当中呢 要了知 信心呢 是我们所有 这个修行的前提 有了信心呢 就必定会遣除 所有的这疑惑 然后杜托呢 生老病死 四大不留 信心呢 就犹如这个 妙乐城一样 安住在信心当中啊 身心可以获得安乐 并且呢 可以获得上师 殊胜的加持 所以呢 这里呢 一定要对这个上师 更加的升起信心 信心本身呢 她没有任何的污秽 能够令心水 得以清净 这个污秽呢 也就是指我们的 这个疑烦恼 也就是当自己的 疑心升起的时候呢 心就是处于一个 不清净的状态 可以称为污秽 信心升起的时候呢 心中就会得到清净 就如同这个清水珠 如果是一个 这样的宝珠的话 把它放在水池当中啊 水池当中的 所有的污秽啊 会马上的变得清净 那么同样 信心呢 就如同宝珠一样呢 安住在我们 心地的这个 心地的这个池子当中 就或者说是 心池当中的话呢 就能够遣除 心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污秽 信心呢 还能够让我们 远离一切的这个 骄傲发起恭敬的 事发起恭敬的 这个根本 信心呢 实际上要 这个恭敬呢 实际上是建立在 信心之上的 对于上师三宝啊 升起敬信的时候 就会引发恭敬心 从而呢 远离傲慢心 信心呢 是最殊胜的 这个宝藏和双足 信心呢 又犹如妙手一样 是摄持万法的根本 华言经当中 也说 信藏解脱门 也就是说 信心呢 含藏一切的功德 因此呢 是最极殊胜的宝藏 信心能让我们 走到究竟的 这个涅槃之处 就如同最殊胜的 双足一样 大制度论当中 也说 经中说信为首 如人有首 入宝山中 自在能取 若无首不能 若无首不能有所取 有信人亦如是 入佛法 无漏根 立决道 禅定宝山中 自在所取 也就是说 就是如同 有一个人 他进入宝山之后呢 能够自在取的话呢 是因为 他有一双手的缘故 所以呢 如果没有手的话呢 他得不到任何的宝物 那么巨星的人呢 也是同样的如此 入于佛法的 无漏的五根 五立七 菩提芬八圣道 以及禅定的功德宝山之中 能自在摄取 诸宝贝呢 就是 就是相当于 有这个手一样 那么信心呢 就相当于 有这样的 这一个妙手一样 所以呢 我们 对于上师呢 如果观察到有过失的话呢 一定要让自己呢 升起信心 升起信心是极为 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对于 自相序来讲呢 升起这个道的圆满 断正功德 信心来 信心呢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因此呢 无论这个 正功德的最初升起 中间安住 还是最后的增长 那都必须呢 依赖于这样的 这个信心 那么这个 观察五种 这个根 五种利的安利呢 也是以信心 为这个首要的 那这个 非常特别的呢 就是 欲求自相序当中啊 升起道的 这种正功德的话呢 对上师升起 极其强烈的 亲近性 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 一切的正功德 就是 正法方面的功德呢 这个升起呢 都是依赖于 上师的加持 而欲使上师的 加持 融入自心呢 完全要依赖 自己的这个信心 所以呢 在密宗的修行当中呢 尤其强调 这样的信心 在大威德序当中 有这样的教证说 信心佛宝 信法宝 信心僧宝 信心母 信心上师 信心父 信心大道 信心周 信心济世 解脱 尽心济世 如一宝 信心密咒之息地 信心福德之圣财 是故修持密咒者 是为自心起信心 应当诚心 敬他众 应该诚心诚意的 恭敬他众 生起信心 吴金梁花生大师呢 也说 具有坚信德加持 若离疑心 成所愿 那这个圣者 第六八尊者呢 就是也说到 自己内心若有恭敬 即使上师 住在远方 也如同住在近前 米拉日巴尊者呢 也说到 具有信心与恭敬 则会产生加持 那这个 贾阳亲自旺波尊者呢 也说到 修密法的上根 是指 信根上等 也就是对法和上师 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在杰真大员们 和这个空行 信地引导文当中 也说到 对于密宗的 这个修学者 信心上等 就是上等的根起 那信心中等 就是中等的根起 信心下等呢 也就是下等的根起 同样我们在 修行净土法门的时候 信心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个 安乐集当中 就讲到了 这个三种心 第一个就是纯心 纯心就是指 信心身后 第二个呢 就讲到一心 一心就是指 信心纯一 那么第三个 讲到相续心 也就是指 信心相续 不杂于念 也就是说 信心如果能够相续 那么则是一心 如果能够一心 那就是纯心 具足这样三种心呢 若不得往生呢 无有是处 弥陀要解当中呢 也说到 得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全由持名之深浅 并说呢 信心原始 则佛立缘 也就是说 在一指上师的过程当中 我们升起信心和清静心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前面讲到了 这个升起信心 是一切这个 功德的这个根本 尤其作为密宗的 这个弟子呢 我们要升起 这样的这个信心 下面呢 就以这个 功德葬的这个 教证的进行总结 功德葬当中说 自己如功德葬云 自己未调自心前 就是我们自己 没有调服自己的心之前 迷乱显现 无量罪 就是以迷乱的心识 就是自己 凡夫的相续当中 会产生很多迷乱的心识 以这样迷乱的心识呢 去观察 圣者上师们的过失 无量罪 这样呢 就会产生 无量的罪业 就是在自相续当中 产生无量的罪业 善心精通十二葬 也就是善心比丘呢 虽然他精通 三葬十二部 那么 见诗行为 狡诈相 那么他 善心比丘呢 见到 释迦牟尼佛的行为呢 认为 全都是 具有狡诈的相 之后呢 就 以这样的 这个邪见呢 就堕入到 恶鬼当中 那么后面 讲 善家思维 改自过 也就是说呢 通过上面的 这个公案呢 也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呢 应当善家思维 如果产生了这样的 邪知邪见的话呢 应当 改正自己的过失 所以要认识到呢 这个不是 圣者上师有过失 是我们自己有过失 所以 这个不论上师 显现任何的 这个像的话呢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 唯一观清净心 对上 对上师呢 就是反而更加 要升起信心 所以呢 当这种 这种 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要这个 唯一啊 就是 了知 是自己的心 不清净 所以呢 才见到了 这样的这个外像 那外边的 这个所有的像 实际上就是 自己的 内心的一个显现 就如同 这个镜子当中啊 如果出现了一个 镜子当中的 这个人的脸上 如果它有黑点的话 实际上 证明是照镜子的 这个人自身的脸上 有一个黑点 所以呢 才就是在镜子当中 出现这样的黑点 同样的道理 我们类推 那么如果说 我们见到 圣者上师 有这样的过失 那反过来 正是在告诉我们 自己的心相续习当中 有这样的过失 所以呢 对于这个 圣者上师 或者说是对于 一切的上师 乃至于 扩展到所有的 这个众生 我们都应当 观清净心 作为密宗弟子呢 尤其要让自己呢 升起一个信心 和清净心 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事情 那么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